总是喜欢装可爱啊 卖萌啊 来获取别人的好笑 谁装啊 那还不叫装 你给你父母打个电话就是 喂 爸妈 你给他朋友打个电话 就是那种 喂 说什么 还哼哼哼那样笑 我跟我爸妈打电话 不朋友打电话 能一样吗 姑娘 我问你什么问题 你今天这件打扮 是不是为了参加节目 特别打扮的吧 对啊 这我自己的衣服啊 常常就穿这个 他今天还算好的 他头上还没有戴点 什么鸡脚啥的东西 那是猫耳朵 猫耳朵是什么意思 不是 妈咪的小耳朵啊 好可爱的 这不是为了照相穿成这样的吗 不是不是 他平常出去就这样 每次他一出去 别人都看他了 而且我总觉得 别人看我们那种眼光 就特怪异 刚才他我都觉得特别扭 哪别扭了 你又不是人家 你这人是怎么像 我们本来就出去吃个饭 吃个火锅什么的 他也就穿成这样进去了 服务员让他点单 他就直接来就说 我要吃鱼 还学一声猫叫 你知道吗 那么多体可爱 我问问啊 公家您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我想吃那个鱼 你看你家里 挺可爱的 就这样啊 就点个大老板 我给他招来 人家老板看我可爱 就亲自给我点 他说我聊得那么好 我就不喜欢这样 你知道吗 我需要他给我打折吗 我需要他来给我打折 来送拼盘吗 每次就出去 老板来了之后 他也跟老板装什么杀雕啊 可爱就 老板 这个东西也挺好吃的 就这个来一下 那个来一下 真的 我都不太相信你说这 姑娘你这样啊 那个是大老板 高级副总裁 你假设你去到他那应聘面试 你跟他来一下 你好 你来应聘什么指标 我想来应聘那个市场的 因为你看我这么可爱 那客户一定喜欢 是不 客户喜欢你不代表喜欢我们公司啊 那是客户喜欢我 我可以和他们沟通啊 客户应算也好了 公司谈单子的话 成功率也比较大不 可是我们大多数客户都是女客户 你客户也挺喜欢可爱 我们就是男女通吃啦 小孩也挺喜欢的 女客户用心窗来说 不要再想不想 对他们说一下 我听一下 这同一条我还就贴成功这样有点转不过来 那姑娘你回来吧 她真的是可以正常起来的 我刚说很多次要来改变 她不愿意改啊 她就这样 那你推的时候是不是就这样啊 她推的时候比这些还要稍微正常一点 她现在真的就是越来越变成这样了 你刚才说了一个吃火锅的事 对 她还有什么不正常的 五一的时候我们去旅游 她有票给弄丢了 我说要去补 她不乐意 她就堵在那检票口了 我为啥要去补票啊 就被堵在那检票口了 就一直跟检票员磨啊什么 是不是 你就不要跟我这样的小朋友记脚 真的 我就在旁边之后 那个检票口都不要一个人堵住了 后面那么多人都出不去 她一个人堵在那 我们又不是没买票 我们买了呀 但是你这样堵在那边 你也知道我不喜欢被别人 就围观的看着 而且又 就真的是看我笑话一样 你知道吗 我就真的是 宁愿去花那些钱 我就跟你补一张票行吗 我自己去 你坐在那儿休息可以吗 她不愿意 她说她自己是个小朋友 跟检票人说 我看你不像吗 真的 你是吗 你有多大 你二三岁了 你还是个小朋友吗 我真的是跟小朋友在谈恋爱吗 你又看不出我几岁 你看不出我几岁 你看不出我 但是你是吗 你自己不知道吗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啊 你又着装不成熟 而且心里不成熟 都不成熟 你觉得她成熟吗 我就真的 带小朋友出来玩呀 冬天的时候 她说一定要买个冰淇 我说大冬天的 你买个冰淇淋 不拉肚子啊 她就一定要买 她要可爱 一定要买 干嘛不够买呢 她就僵持着僵持着 她自己给我跑 跑那个冰淇淋店里面 说 看一个这样 一个买饮料人 她直接冲上去跟人说 大叔 你能给我买个冰淇淋吗 还是一边撒娇一边说 我就看不下去知道吗 那不是为了气馁吗 你不觉得你这样很危险吗 人 别管你拐走 你怎么知道 而且那时候 你看 我觉得 这跟我在你旁边 看不看的 不行吗 你就不能成熟一点吗 那后来这冰淇淋买了还是没买 买了 别人给他买 然后跑到我面前来跟我炫耀 一个冰淇淋 又不要多少钱 人家看我喝 不就送我一个 请我吃个冰淇淋 你说 我知道她担心 她现在还这样说 她说是 我在旁边看是吧 就后来 有一次不是下大雨吗 就 我们那边还积水了 然后 她跟我说要我去接她 我大爷就没多久 二十分钟左右 我就到了 到时候 我就回家家来 然后她跟我说 她已经到转了 然后她看见一个大舌子 给她借了伞 她把她背到车站 直接送上车走了 我说这个人 我认识啊 你说那次事情 我都生气 你想想 我一个小女生 我就这么大点 这个 这个人你认识吗 你告诉我 这个人你认识吗 他说背你就背你 他给你借伞就行了 你还说背你就背你走啊 这次我没有看去吧 他把你拐走 你怎么办啊 你联系谁去啊 我都学校里面的吗 呃 那他会发脾气吗 他会啊 他吵他就更腻人 你知道吗 就他是一个糖 给我吃了 我都给腻死了 你酥得慌是吧 对 你不就喜欢我这样吗 你过头了 你觉得吗 你现在就像个小朋友一样 你不知道吗 这个样子 我真的是带个娃娃一样 真的是 哪像娃娃 你就像我孩子一样 你真的不觉得 撒撒娇不好吗 男孩不都希望 给朋友跟他撒娇 你带他出去 是不是回头绿子 这个 那就不是一般的 我穿这样又怎么了吗 我穿这样又怎么了吗 你看其实好多女孩子穿着又露胸又露胸 你就看看现在谁跟你穿的一样 你看 天世界的美女 你不看吗 美女看你这样吧 到了旅游的景点的时候 出去之后 活着像一个搬运工一样 给了背了三包衣服 出去了 他就不停的自己拍照啊 自己抱自己玩啊 我去干嘛 扛衣服 他说我要换衣服了 谢一包给他忙 不是 这些情人本来还是派景点的 拍了拍了开到身上去 你还跟他一起合影啊什么的 这个人家看我可爱去想 我照相不也没什么 你不觉得不好 而且你看我们俩好男的 出来玩一下 多拍点照片也是好的不 你还知道是我们俩出来玩 你你你把我放在哪了 前来当个搬运工我在干嘛 你这样那么多照片有我吗 有几张 有几张 你拍了那么多照片 多少让几十张上百了没 我跟你在一起有几张 超过两个数没 我觉得我就是那一道景点 还是没人拍的那种 也是有的不 能不能不这么穿了 他不愿意你这么穿 行吗 我不 我穿不了别的 我就穿这个行 在学校我都一直这样穿 我突然一下改工的 我怎么穿呀 你以后要工作的话 工作单位老板 肯定不能让你穿成这样 是吧 我可以去从事 能够穿这样衣服的工作 能从事你这样穿 你这样衣服工作 有什么呀告诉我 嗯 三岁四十岁 还要穿这样衣服去工作 不挺好吗 你看人家三四十岁的女人 人家的妻子都成大婶了 你的妻子还挺年轻的 你哪有年轻呢 我五六十岁的时候 我不就成可爱的老太太了吗 那是可怕的老太太 你们俩把这事想的太远了 真的不谈恋爱着了吗 姑娘你是真的认为人和人之间 可能就应该是这么很单纯的关系哈 还是说你觉得因为你这样很可爱 所以你如果去可爱卖猛的话 别人会认得上 都好啊 你看我自己又可爱人家又听我的 然后有什么麻烦的话 我一撒娇不就没事了吗 那你那你除了对他撒娇解决了麻烦 你这个撒娇还解决过什么更大的麻烦吗 他解决的麻烦都数不清啊 一天到晚卖模啊装傻冲弄啊 哪冲啊 你从不一直开始不跟我这样吗 你看他现在这样 这个状态太危险了 我希望他真的能变得成熟一点 不要再轻易的去相信别人 然后跟陌生人这样去搭话这样的 那不是我的人啊 我朋友请我吃个东西 我朋友请我吃东西你也有意见 你那不吃错吗你 我每个月我有几天都找到你的人啊 你告诉我啊 一个电话过去 喂你在哪呢 我在跟我朋友逛街 在吃饭呢 跟谁啊 跟某个某个什么什么朋友 好 你问全是男的 你们是异性朋友很多吗 嗯 就很多 就以为像小妹妹一样就很丑我啊 喜欢请我吃东西什么的 那他们知道你有男朋友吗 知道啊 你听要吃个东西他也不告诉我 他也自己不愿意去买 发个微博发个朋友圈啊 发个卖文照什么 就然后就放 然后就说 今天想吃什么巧克力啊 什么什么什么爆米 什么爆米花 上面一堆人给他回复 有些人就直接给他送过来了 直接请我吃个东西不行吗 有时候 有时候我就一过去看 昨晚上一半的零食买来的 别人给他送的 你又不能老是天天给我送他 而且我就 我怎么不能天天给你送他 老是这样问过去 你是个乞丐啊 天天问别人要 我哪有乞丐 人家都愿意义死我 我又没求谁 我自己想吃东西 我发个朋友圈 我求谁了我 我就是想表白一下我的心情 你跟别人就朋友圈 被你留个言权那么腻子 我哪有乞丐的了 你吃个东西 不能告诉我是不是 你看看 像我这样 我一个月没花几个钱 我就过来 你呢 你像我这样 你就饿死了你 你今天是为什么来啊 他老师要跟我吵 老师要跟我分手 我刚在一起那么久了 他一直都宠着我 我怎么可以跟他分手呢 我觉得他不太宠你啊 你平常你饿了什么 都有那些微博的朋友 就给你送吃的了 他不说了一个月 你们也不能在一起待几天吗 有啊 也是有的 待几天那天挺开心的 他带我去游乐园玩 又带我逛街 游乐园玩 你都能找别人要吃的 你还需要给你掏钱吗 带个人票钱 进去就好 不用我管了 你不在我怎么玩啊 我在你旁边 你还可以问别人要吃的呀 他每次出去玩 都问别人要吃的 不管去哪 都有人拍照 拍照之后 昨晚给他送吃的 他想吃什么之后 别人就问他 你想吃什么呀 他说出来之后 别人给他买去了 姑娘你能为他改变吗 我这样子都已经很久 我一直都这样 我怎么改啊 我只希望 要不他接受我这样子 因为一开始他追我 我都这样子 他现在一下子 因为不接受 因为你现在已经不小了 你知道吗 二三还小呢 我们不如说会了 你怎么办 你还这样 你以后该怎么办啊 我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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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吃鬼 老师洗礼已经炸了锅了 我都听见 土老师说了 说许总就吃这一套 您俩到底谁吃这一套啊 习习书 秋笔哥文卷 我觉得这个孩子呢 还是挺单纯的 有点小 现在你真是 就是一个孩子 虽然出对象了 但是还是个小孩 老觉得自己穿点啊 自己喜欢的东西啊 或者是跟谁要点东西吃啊 也无所谓啊 在谁面前傻傻娇 也不算傻 但是孩子跟你说 你是个女孩子 从现在开始 这个咱必须得收敛 必须得改掉 你有好多东西 认识很模糊 容易吃亏的 知道吗 万一有一件事 你没想开 或是别人把你算进来 你不就吃大亏了吗 孩子 所以说 你也听阿姨一句奉劝 真是不温柔太可恨 太温柔太可怕 只都得把握 如果我把握好了 你们俩还是 很好的一度小青年 挺好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吧 一直都这样 而就像过的了 我说为了 我后 Ik name你 把握不处 我开始找吧 我好 gjorde个握 我来说 脸蛋 八十年 我好 不过 你们互相 不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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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